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读一个中国预言 楚王好戏腰 楚王好戏腰 楚王喜欢腰戏的人 他的大臣们一天只吃一顿饭 在尝吸气后 系上腰带 扶着墙才能站起来 一年后 大臣们都面色发黑 楚 南方的地方 大臣 官员 细腰 纤细的腰神 这个故事来自一本叫莫子的书 莫子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 国王喜欢细腰 大臣们就不吃饭 中国有个成语 上行下效 就是上级怎么做 下级就怎么效仿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楚王好戏腰 楚王喜欢腰戏的人 他的大臣们一天只吃一顿饭 在尝吸气后 系上腰带 扶着墙才能站起来 一年后 大臣们都面色发黑